各位好,首先欢迎来到今天我们SV China Hong Kong举办的Webinar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Samuel 我身边有位同事Carol会和我们做Technical的分享 未来SV会举办很多不同主题Webinar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今天的Webinar的主题就是Archist Apps for Feel 整个Webinar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会先简介一下Archist一些不同的Feel Apps的功能 之后就会有我同事Carol去介绍一下有几个Feel Apps的新的功能 透过Technical sharing和Demonstration 都会去介绍实际的应用 以及去示范如何透过用这些Feel Apps 去优化整个Feelworks的程序 最后就用Q&A的环节给大家去问问题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Archist View Apps 作为一个GIS的平台 我们Archist很强调Location Intelligence 我们希望透过提供不同的技术工具 去帮助大家去认识 去分析不同的空间数据 从而得到更多的Incite 去帮助大家在日常的决策上 在工作上 至于Fuel Operations的应用 我们希望将Location Intelligence 进行到Mobile workflow上面 帮助大家无论在任何地方 或者时间都透过Mobile Apps 去帮助大家在Feelworks上面 更加准确地去收集不同的Data 我们这个Archist View Apps 其实跟我们Archist的不同的平台 就很相关的 其实我们这些Fuel Apps 可以在我们两个平台上 可以用到 第一个就是我们web-based的Archist Online 第二个就是我们on-premises的Archist Enterprise 就是Portal for Archist上面 可以用到我们的Fuel Apps 那这些Apps除了跟这两个平台有关 也跟我们其他产品有关 例如我们desktop的产品Archist Pro 会帮助我们可以用到 制作不同的Feature Maps 可以帮助我们将这些Maps 放到我们的Mobile Apps上去使用 有些API的功能 也都帮助到我们可以 制作不同的Customize功能 那就可以放到我们的Mobile Apps上去使用 那我们Archist View Apps 其实照顾到 在Fuel Apps上面不同的工序 就有些是前期的一些计划 在一些工作上面的协调 去到工序上面一些监控管理 或者是在我们工作期间所需要的 一些导航的一些需要 我们不同的Fuel Apps都照顾到的 那我接下来就会逐个不同的工序 然后是介绍Mobile Apps给大家 那首先就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Workforce for ArcGIS 那Workforce for ArcGIS 是一个主要用来做 coordination和 planning的APP 那我们的Manager可以透过这个APP 去将一些不同的Fuel Apps 去给我们的Workforce 那主要有两个部分 这个APP 那第一个部分 就是在一个Web App上面应用 那透过用一个 例如Argis Online 我们可以透过 create一些Map的Layers 或者featureLayers 去制造一个Work的Assignment 那在Work Assignment上面 我们的Manager 或者Backend的同事 就可以去create不同的Assignment 去设定一些Priorities 去给我们的Fuel Workers 去看的 那我们的Fuel Workers 就会透过电话上面 去看那个工作的detail 而可以实时地匯报 那个工作的进度 那只要透过同一个platform 我们两边的Manager 和我们Workers 都会在同一个Map上面 去看最新的工作进度 那除了一个可能是初期的planning 那其实我们中间进行Fuel Work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的Manager 都想看回我们Fuel Workers 在那个工作期间 最update他们的位置 或者过往做过不同的可能性 或者其他一些资讯 那我们最新的Apps 就是Tracker for ArcGIS 就可以给大家去看过往 一些不同的Fuel Workers 他们的GPS的资讯 那跟Workforce for ArcGIS 相似 也有分了Web的层面 和一个Mobile Apps的层面 那在Web的层面 就是我们的Manager 可以透过一个Track Viewer 去看回不同的Fuel Workers 他们由他们Mobile Apps上面 所提供的GPS资讯 去看回各个Fuel Workers的Track Path 那对于我们Fuel Workers 而言 我们只要安装一个Mobile Apps 就可以把我们所走过不同的Path 以及我们的GPS的资讯 定时 去更新到我们的Web的Map的Platform上面 那这个Apps 这个对双方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首先对于Manager 或者是一些协调的Backend 同事来说 就可以很清楚实时知道 我们在Fuel的同事 他最更新的位置 知道他们都安不安全 他都了解到当日工作的情况是如何 可以评估整个工作的进度 同时虽然是一个Tracking功能 但我们都照顾到一个私隐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Fuel Workers 也可以自己控制 究竟何时是可以给我们的Backend 同事去Track 何时就可以去认识 同事其实这个Apps 也是照顾到可能有时候Fuel Workers 是全日的进行 所以我们在offline的环境 或者是在一个全日的使用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去支持 其实我们的耗电量都比较小 所以都不用担心 可能会中途用了Apps 其实都支持了全日的运作 刚才说到一些计划 以及一些监控的方面 接下来就会说一些 是一些Data Capturing的Apps 有三个Apps 第一个就是Survey123 For Artis 这个Apps 就是以一个Survey Form 为重点的Apps 只要很简单 透过平时填Survey 的形式 就可以将所需要的资料 再加上一些Q Reference的Data 去提供准确的空间数据 给我们的用家 这个Apps 其实使用的 需要的计划 都很少 而本身去制作 这个计划 都是很简单的 可以透过我们一些 Default的Web的设计 或者如果是 少少需要不同的 Logic的设计 都可以透过我们 一个Excel 表现形式 去做Survey Form 这个Apps 都会用很多本身 Mobile提供的功能 例如是拍照 或是GPS提供的资讯 而这个Survey123 在完成的Fuers 之后 都可以去 Generate Future Report 我稍后 我的同事 就会去示范一下 给大家看看 另一个Data Capturing 的Apps 就是Collector for Artis Collector for Artis 就是以Map 做一个中心的Apps 就是直接去 制作或是 剪辑上 这个Map的Future Layer 亦提供一个 很高准确度的Data Capturing 我们这个Apps 都支持和其他 不同的External GPS接收器 提升整个Data Capturing 的准确度 而本身 Collector for Artis 在中间 都可以提供很多 不同的选择 给大家去教育 所需要的 确度 或者是一些 Location 的Profolio 看看我们 比较新的Collector for Artis 都支持Collector for Artis 的Value 最后一个Data Capturing 的Apps 我想介绍就是 RT Capture 顾名思义 这个Apps 就是强调了一个 快速 收集Data的Apps 好像 现在在视频上面 大家都看到 就是一个 big button 为主要的Apps 至于使用这个Apps 大家是 不需要用很多的 努力 相比刚才 那两个Apps 本身是不需要填太多的 不同的Parameter 或者要做很多Data 的Entry 只需要去按 所相应的 按键 这个Apps 就会立刻 记录回 当时的 Geographic 的Location 也都会将 所相应的 Etribute Data 放回到 WebMap上面 而本身 这个Assignment 正如刚才的 两个Apps 都不需要太多 努力 都不需要太多 Coding 或者Training 本身都已经提供了 很多不同的 Actribute 去给我们的同事 即时去create 一个Assignment 给我们FieldWorker的同事 去使用 刚才就说了一些 Data Capturing Apps 很多时候除了Data Capturing 有时候我们 FieldWorks的环境 Navigation 都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可能是 本身已经预设了的路线 或者我们 即时需要做 Navigation 那我们Navigator for Argus 也提供很多 不同的 功能 亦都有很多 不同路线的Data 选择给大家 那其实 这些Data 主要有两个 不同的 来源 第一个就是 大家可以做一些 自己 Customize 的Network 透过我们 Desktop 产品 Argus Pro 去制作一些 Mobile Map 的Package 再放进 Navigator for Argus 上面 去做一些 Navigation 或者大家也可以使用 Essery本身提供的 不同的 Network Data 可以放进 Navigator 直接做一个 渡航 的 最后就想和大家说一说 我们的Apps 叫Argus Dashboard Argus Dashboard 其实都在整个 Fieldwork的程序上面 都在最后可能是 持续管理上面 都很有用的 这个Dashboard 简单来说就是 透过一个界面 把所有相应在 Web Map上面 所提供一些Data Tatributes 或者重要的Index 透过不同的形式 如果是一些 Chart 或者其他的 Index 方格 表达出来 那就给我们的 Backend的同事 或者Fieldworkers 即时看回一些 重要的Data 方便大家 尽快做一个 有效率的决策 刚才就和大家很快去说 不同的主要的Field Apps 其实很多时候 都未必是一次过 会用完所有的Field Apps 我们这个Argus 的Field Apps 都会有很灵活的配搭 可以给大家 就着不同的工作 需要 例如可能是Data Capturing 或者是 Aware Force Management 都可以有不同的配套 不同的Field Apps 都可以互相互相 去应用 去符合大家的需要 我刚才就很简单 讲一讲 我们Field Apps的主要功能 我现在就会把时间 交给Carol 和同事 去做一些technical 的demonstration 大家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去 去订备定 待会我们都会回答大家 把时间交给Carol 大家好 我是Carol 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些demo 介绍 大家 不同的Apps 怎样可以配合来使用 我们第一个demo 就是说我们的Quick Capture Quick Capture 我们可以自动发送到我们的地方 照片 又或者其他的 材料 发送到我们的办公室 在一个 接近平时的一个Apps 那你用这个Apps 可以配合 用Dashboard 令到我们整个程序更加流畅 那我们首先 去看一下 我们Quick Capture 那个interface 好 那现在画面看到的就是我们 Quick Capture 那个 website 的interface 你会看到我们是用一个 project 的形式去做的 那我们在creation 的project 的时候呢 就可以利用右上角 这个new project 的button 那你会看到 按开了它之后呢 你可以 either start from existing layers 就是你原本 你的artisan 上面有的一些 的layer 你可以拿回来 放入project 里用 又或者你可以 start from template 的 那譬如说 我不清楚 我们的project 应该怎么开始 那就可以利用我们 这个template gallery 里面的一些 的template 作为一个inspiration 或者是quick start 我们的project 那里面呢 有不同类型的template 现在暂时有的呢 会是一个 比较小的collection 但是在未来的将来呢 我们呢 也会逐渐 加多些不同的template 去丰富这个gallery 那 随时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create 自己的template 放到gallery那里 在你的organization 里面 share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看看一个 我做了的一个project 那就是这个animal sighting 的project 那我们呢 就打开看一下 究竟quick capture 那个design interface 是怎样的 好 那现在画面 看到了 那其实我们quick capture 呢 主要呢 那个vintage 就是一个big button 那方便我们的fuel worker 呢 做capture的时候 是容易一些的 那很多时候 我们利用到这个quick capture 的tools 都会有一些 比较 快速的capture 就是说我们一个hiery的pactro 想record回到道路上面的project hole的时候 那我们在一个moving vehicle 里面的时候呢 都会好 利用到这个quick capture的tools 可以快速的凭一个键 就capture到一些predefined了的attribute 也会capture到当刻的gps location 方便我们的fuel workers 不用离开的妻子呢 已经可以capture到相关的information 好 那我们看回我们的design 那我们中间这个位呢 就是给我们visually 那么design我们的apps 你可以definite 究竟我们有多少个button 放下去呢 有多少行 它的size 又或者是它的颜色等等 那都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右边的panel 去design 那也都会有不同的grouping 不同的behavior 给大家setup 那除了右边这个design panel之外呢 你都会看到左边 左边会有这个新的panel 那这个panel就是一个message panel 就是帮助大家在design process的时候 会有一些的 比如说error 又或者inconsistency 又或者是发现了一些missing properties 其实都会在这里display 给大家帮助大家去 fix 这个project的problems 令到你一个更好的practice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的quick capture 都可以control到很多东西 那譬如说 我们呢 可以利用这个quick capture 去吸取到gps actribute 和一些相片 那相片呢 那相片呢 你都可以利用我们的setting 里面的function 做一些control的 那譬如说 我们可以control 我们的photo size 你会看到了 要是full resolution 又或者我们可以predict到我们的fieldwork 的environment 可能internet connection 不是特别好的 是一个no bandwidth的environment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photo size 降低它 令到我们整个process 是更加流畅的 那和我们过往的actri-sonite product 一样呢 我们都会有这个save as的button 那这个button 就方便我们publicate 现在的project 又或者是一些project layers 方便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使用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看一看啊 究竟我们设计了的这个quick capture的apps 在我们的mobile version里面呢 是会怎样用 怎样样的样 那现在画面 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那个mobiles mobiles里面呢 我们现在打开quick capture的apps 你会看到呢 一开始它就会sign in 然后你就会看到你的workspace 那在workspace里面呢 就会有不同的 你自己create出来的不同的project 那我们就简算回我们现在这个animal sighting的project 那你会看到了 你之前设计下去的groups 就会 display出来 那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填回你的 一些information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只的birth 然后呢 我也可以填回一些supporting information 比如说我想拍一张相片 那我可以拍下这只动物的相片 然后加一些notes 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在底下呢 就已经告诉你 是capture了 然后呢 如果你有这个internet connection 那时候呢 我们呢 就可以传送了这些records 出去啦 你会看到了 画面呢 显示了你的gps location 完成了之后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这些data究竟会去哪里呢 那我们就看回了 那其实所有的这些data 都会存在我们rgsonline上面 那我们可以利用rgsonline上面的web map 就会看到我们刚刚capture了的data 那也可以设计 比如说 好像我现在设计了 每六秒就refresh一次 那每当有新的data加进来 就会在我们的web map上面 显示出来的了 那你会看到了 capture了不同的information 随此之外呢 我们都可以利用我们的operation dashboard 做一个monitor的动作 那我们可以monitor 我们的word progress 方向我们的management 确定我们的target是认得到的 那现在画面所见 你会看到 右边呢 就会有个map 就是我们的operation dashboard 那右边呢 就有个map 那就会显示我们capture到的不同的observation 比如说 不同种类的动物的observation 的location 又或者是一些derpes的report的cancer 那一眼就可以了 你用不同的widget 显示各个data的数据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类型的widget 比如说这个py chart 显示我们不同的data里面的分布 那我们capture了的information 也可以利用一些widget的形式 在我们的dashboard上面 显示出来的 就好像我们刚刚capture了的一张照片 也可以即时在我们的dashboard里面 可以显示给大家看的 好 那么我们quickcapture 除了quickcapture的apps 另外呢 我们另一个呢 今年新推出的app 就是我们的tracker tracker呢 就是方便我们 记住我们的user location 记住我们的wickcaption 我们的好处就是 我们有没有data connection 的时候呢 都可以记住我们的track 除此之外呢 不论这个app是你开着它来用 或是有它在背景选择的时候呢 它都同样可以capture到我们的gps 然后传回到我们的band 網民使用者可能會擔心我們的公司問題 但不用擔心 因為只有網民使用者才可以透過程式的程序 如果我們要看不同的公司的程序 就需要留下一個特別許可信用 我們才會看到 其他公司需要留下一個許可信用者才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檢查 我們現在去看看究竟這個檢查器 Apps在Mobile裡面的情形是怎樣的 我們打開Mobile 打開我們的檢查器 你會看到一打開的時候 畫面就會擔心了我們現在的器材的位置 看到這個位置之後 下面也有我們的Panel 這個Panel就會顯示著我們現在的位置 是否可以檢查的 你會看到我們有一個檢查我的位置的按鈕 可以按鈕 控制我會否報告我現在的器材的位置 除此之外 我們譬如說iOS的器材 Apple Watch也可以配合 利用Apple Watch做一個 Location Checking的動作 我們除了可以利用這個Pan去控制 Location Checking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看我們的模式 你會看到 當我們打開了模式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Reminder 在我們iOS來說 會看到Reminders Android的器材就會看到Schedule 這個按鈕是Reminder 和Schedule 是幫你控制著 究竟你什麼時候想被人檢查的 譬如說在我們的Working environment 我們可以控制著1-5 上班的時間才報告我們的Location 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控制著多久 去報告一次我們的Coordinary 還有我們的Coordinary 是自動去更新的 等等的資訊 都可以在這個Profile 項目設定 我們訪問完的Location 究竟是怎樣的形式 可以看的呢 我們現在就看看 現在畫面見到就是我們的Track Viewer 這個Track Viewer 就是我們那個Reage Soundlight上面 讓我們看看 我們的Track是怎樣的樣子 你會看到它會有不同的方式 去調整你需要的資訊 譬如你可以根據User去調整 又或者不同的時間段 又或者根據Aquity等等 或者Velocity等等去調整 你會看到畫面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我一個LineCharm的 一個checking的資訊 你會看到 它會有不同的 這類型的存檔 就會在這個搜尋 你會看到 有我們的一些 器材的 我們行走的速度 方向 還有收集這個Data的 Location accuracy 就會在我們的Location point上面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也會有一件事 叫做Smart Rendering 可以讓你開啟 你會看到 我把Smart Rendering 開啟之後 你會看到 有很多其他的Data 會出現 這個Smart Rendering 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Toolzer 幫助我們大家 去看一些高質素的check point 這些check point 是什麼才是高質素的check point 就是說 這些check point 譬如它叫Paur horizontal accuracy 是小於15mm 我們就會classify它 是一個高質素的check point 又或者一個在行走的 例如速度是大於0米 per second 又或者它在轉動的一個point 例如它的Course 是大於0度的時候 它會 Hor horizontal accuracy的限定 就會放大一點 10至25米 它都會記錄一個 高質素的check point 這些check point 它就會幫你做Smart Rendering 就分析了一些比較雜亂的Data 方便你去看回你的Data 是會更加清晰的 除此之外 我們都會記錄了一些活動 你會看到左邊 譬如有些Driving Walking Stationary 這些活動 你可以跟隨這些種類 去看看這些point 究竟是在做什麼 譬如說 我想看看哪些是Stationary 的point 你會看到 光亮了的部分 你會看到 在辦公室和在吃飯的位置 是在Stationary的位置 而我們Walking的 就是中間的位置 這個呢 就是我們Tracker可以記錄到的東西 除了可以在Track Viewer看到之外 我們也可以跟我們的Operation Dashboard 現在畫面看到 就是一個我們剛剛的Tracker 的Information 就放了到我們的Operation Dashboard 那你會看到 中間就是我們一些Track的Information 在左邊這裡 我們會記錄到 究竟有多少個User 是讓我們去檢查的呢 那這些User究竟 它的Divice Situation是如何 譬如說它什麼時候Online的 是否進入我們的電源 又或者它的Divice Battery 去到現在是什麼程度 究竟有沒有跌到很低 我們需要不需要通知它 要去recharge 那我們也可以利用一些 的chart去看看 究竟我們的 檢查點大部分是在做什麼的呢 那你也可以利用我們 Dashboard的Internative Function 去調整這些Data 譬如說我只是想看一些 Stationary的Information 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Stationary的Point 才在我們的圖片上 顯示出來 除了2D的Data 可以在我們Dashboard 顯示到之後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3D的Data 就是我們右上角這個位置 那你會看到 我們現在就會看到我們的Data 就用一個3D的形式 就顯示出來 那你看到這些藍色的就是了 那我就將它的Velocity 就用一個高度和顏色 去顯示出來 那由於這個是一個Walking 的Situation 你看到它的Splitlight 也是很Uniform 也是一個平均走走的Walking Velocity 那我們的Appleation Dashboard除了2D 又是支援我們的3D的功能 那我們除了我們剛才介紹的兩個Apps 之外 我們其他Apps都可以配合一起用 那譬如像現在這個scenario 那我們就集合了4個不同的 我們的Asplit 的Apps都把它們連在一起用 那譬如這個scenario 就是說我們平常都會有一些 一些規律性的會去製造一些 一些assignment 然後呢 要assign不同的Worker 去做這些不同的assignment 那他們又需要到 到他們的Fuel site那裡 然後更新那個Fuel site的information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我們 我們ASplit的Apps 把整個過程自動化去 把整個過程自動化去 把整個過程 把整個過程自動化去 把整個過程自動化去 就可以減少了ERROR的發生 亦都可以提供一些延避的 那當我們呢 製造完assignment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把整個過程自動化去 我們的Worker 那BadOffice的同事 發現到有新的 設備的時候 他就可以利用Worker 設備這些工作給我們的Worker 那當Worker收到 我們Worker上面 設備了他的工作 他就可以設備這個工作 然後呢 就利用我們的Navigator 就用Navigator 到我們的Fuel site上面 去做我們要做的一些inspection 那譬如說是 我們又利用Survey123 就可以collect我們的 site的information 那除了我們ASplit的apps 可以配合來用 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利用WebWord的功能 去connect一些3rd party的apps 例如好像這裡 我們用了integrimate 繼續去automate 我們後面那一部分的過程 那我們呢 就會將Survey123 收到record之後呢 那我們就會呢 利用integrimate 去看著他有這個record 我們就會自動 製造一個feature report 然後將這個feature report upload上我們的Vendrive 然後呢 將這個record 變成一個feature report 然後就傳給我們的operator 那裡 讓我們的operator 一有我們的update 就會收到一封的email提示 那我們整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那我們就看看 我們就看看 我們呢 首先呢 其中一個主要的部分 就是利用我們的Survey123 去eliminate我們的paperwork 還有省一點時間 那其中一個要介紹的function 就是我們的feature report 那feature report的作用是什麼呢 那就是generate一個high quality的printable document 那每當我們有data capture 在我們的Survey123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利用feature report 將這個single的survey record data 就present出來的 那我們要注意一下 這個feature report 每次只可以展示到一集record的data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那譬如在現實世界裡 我們要inspect我們的assess 譬如assess inspection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function 去generate一個document 作為我們的proof of work 每次我們有inspection做了 譬如說 我們想派一些workers去看看 我們的cd code evaluation 那我們的workers去到sit看到有問題 填了smartphone 那你會希望呢 這些smartphone填了的information 就會自動地generate一些的report 那就傳給有關的部門去看看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feature report的function 那大家會看到 feature report裡面呢 就會有個template 而這個template呢 那我們呢 就會是用我們的word document 去做為我們的template 那為什麼我們會利用這個word去做呢 那就是因為說 這個software就會方便大家去 可以提供一下它的contact 那樣子啊 那個final report的設計會是怎樣 那也是一個很普遍的template 大家都會非常熟悉它 如何使用它 所以我們就會用這個做我們的template 那你會看到這個就是我剛剛弄好了的一個template 那它就是關於我們的animal sighting survey 那也都加了譬如公司的logo 那你可以放回不同的survey 收集回來的information 就夾到那個report那裡的 那譬如一些的時間 我們收集回來的feature location 那些photo capture 或者一些問題的答案 我們都可以放在我們的feature report裡 甚至你有一些survey record的部分 你不想展示出來的 那你也可以利用這個feature report 去收回這些information 那這個feature report的好處呢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有一些report 需要有一些很嚴格的formatting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funktion 組織一個 描述到你的需求 譬如障礙 paper form 又或者一些new document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template的形式去做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一個個report 這樣將這些report之外 我們都可以bulk select不同的report 一次過去將這些report出來 那這裡也有不同的option 給大家去選擇 好了 那我們創造完這個feature report之後 那我們要automate這個過程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我們webhoop的功能 那在我們survey123裡面 亦都可以給你加不同的webhoop進去 那這次我就選擇了用integrimate 那integrimate呢 就是一個幫助我們automate 這個report generation的過程 那我們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capture data要快就不自然重要 那除此之外 我們都希望將我們capture的data deliver回給我們需要知道這些information的人去收到的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integrimate 每當我們有一個survey record收了回來 我們就將它share一個feature report 然後這個feature report 我們就會作為一個attachment的形式 利用email 送給我們的operator 去收回去看的 那譬如 這裡我們第一個setting 就會告訴我們的integrimate 我們要看著哪一個survey 當有新記錄的時候 他就會process 那process什麼呢 我們這裡就會交給他 我們告訴他 我們需要create一個feature report 那我們就會告訴他 究竟我們是想看著哪一隻survey 我們那個feature report 那個template是用哪一個 你的feature layer是看著哪一個 你output的format 你也可以在這裡作一些setting 然後下一個步驟 我們就會利用這個htt 把我們的file拿下來 save在我們的local device上面 最後我們就會把這個file 上我們的one driver 準備好我們下一個步驟 就是把這個file 傳出去作為我們email的attachment 我們上載完這個file之後 我們就會利用gmail 傳送給我們的recept 你看到這裡 就把我自己的email加進去 底下這裡 你也可以看到可以做一些setting 譬如說 你可以customize 你每一個email的subject 你可以加一些記錄的內容 譬如是幾時的 你可以找回survey的記錄 告訴它是什麼時候 發生出來的一個file data 然後file report 你也可以用一個attachment的形式 在他的email 完成了這些setting 你就可以運用這個program 讓它看著每當有save record 加下來的時候 它就會process 由於這個demo 我們需要view time的data capture 我們先錄製了一條片 顯示過程 一開始我們就會打開我們的quick capture 去create我們的assignment 我們就先sign in 然後就利用create assignment這個按鈕 我們就create我們的assignment 你看到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功能 去create我們的assignment 去create我們的assignment 你看到左上角有個黑色圓圈 這個就代表我們每次create assignment的時候 都會record一幅相片的 做attachment 加進我們的assignment 你每一次capture這些記錄之後 create了這個記錄之後 它都會存在inbox裡 當你有internet connection的時候 你就可以傳這些記錄出去 就會傳回我們的backend 我們backend office的同時 就可以看到你create了一些assignment 當你capture完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些地位傳出去 畫面見到 就把這個器材的地位傳出去 下一步我們就要開啟我們這個 的integrimate 去看回我們的result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wordforce wordforce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回我們剛剛create的這個assignment 已經顯示出來了 我們可以click過去 就看到assignment的地位 你也會看到assignment拍照 那個attachment的形式 就是這個鷹母 我們就要去看這個鷹母 你可以assign回到最近的工作人 就是我了 Carol 你會看到距離270米 你assign了給你的workers之後 可以開啟我們workforce的apps 就可以看到你assign了的一些 jobs給他 他就可以 開始這個work了 你會看到 我assign了我們workforce的apps 打開這個animal sighting的job 這個了 開了之後你就可以start 我們的jobs 你會看到這個jobs的location 你會看到現在就開啟了我們這個 Lafigator的apps 他就會自動roud了一條路線出來 就是從你的current location 和你的job的location 然後你可以打開下面的panel 看到一些detail instruction 就是怎樣去 什麼時候turn 你也可以打開這個聲音導航 去帶你去那個location 完成了之後你就可以回到workforce那裡 可以看到我們attach 下去的一幅相 不是知道你要assurvey的那個animal 那你就可以開回我們的survey123 我們也可以capture回我們的divice的時間和日期 中間這裡就是一個新的function 就是利用一個svg的image出來 給你去揀選你的選項 比如說我們的user 可能未必知道那隻animal的樣子是怎樣的 那他未必可以憑一個special name 就可以recognize到現在看著那隻animal是怎樣的 我們利用這個svg的picture 就可以告訴我們的user 你可以憑一張照片 就選擇你要的animal 我們也會有一個新的function 可以record我們的polygon 你會看到除了pawn之外 就是我們regular survey123可以record到的location之外 我們也可以record line features 或者polygon features 我現在示範一下這個polygon features 是怎樣record的 你會選擇你要看的位置 我們這裏就記錄一下這隻英姆的habitat 你zoom回去之後 你就可以利用create polygon 這個鍵去create這個polygon出來 那create完之後 你就可以寄出這隻記錄 那我們的器材 都會自動幫你測試一下 那個area和parameter 這個regetation type的question 也是我們另外一個example 譬如說我們的fewerker 未必可以每次記得所有的 criteria 譬如我們的habitat 那個brass cover有多少 那個樹的高度有多少 然後從而determine 那個habitat的名稱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一個圖表的形式 幫助它去選擇 根據不同的 criteria 選擇那隻location的名稱 這樣它就顯示出來 那同樣的 你也可以capture一些picture 作為你的information 最後它也會有一些新類型的題目 例如這個location description 你就可以用一個ranking的形式 選擇不同問題的答案出來 那完成之後 你就可以傳出這個serveer 那傳出這個serveer 之後 我們的integrament 就會看著究竟什麼時候有記錄 加進去 once這個record 加進去之後 我們這個serveer 123 這個work survey 就會開始process 那我們現在就收到那隻record 有一隻record 就加進去serveer 那它就會立即開始create feature report 這個process 那它就會create feature report 把我們剛才填到serveer的information 就fill in 回去我們workbook的template 裡面 那你將這個feature report 之後呢 就會去到下一個步驟 就是http這個步驟 就將這個file 拿回來 我們的local drive 那裡 然後呢 就甩上去 我們的run drive 現在就for下一個process 就是send這個email 那你然後就會見到 現在呢 我開我的outlook 就見到 我剛剛Jane那個report 已經send了去我的email 那你會見到 attachment 我們一些的content 我們的topic 都會自動populate 在我們的email 那你會見到 打開那個attachment 就是我們feature report 它就populate了 剛才的information 我們的logo 我們survey123的時間 我們選擇了的不同的動物 數目 我們create polygon 我們拍的照 就全部呢 就會在我們的feature report 那裡顯示出來 那這個呢 就是 怎樣將我們 create完assignment process了assignment 收集回來的資料 一次過呢 用一個email attachment的形式 每次有record 加進去 都會自動 自動把這個email 寫回我們的project coordinator 我們的project coordinator 就可以每時無刻都可以監測 我們這個整個workflow的process 去到哪裏了 那我今天的demo就到這裏了 那我將時間交回我們的同事 好 那就多謝Carol 幫我們示範 去找回IgizApps forFill不同的apps 在ASV的GRS platform上的實質應用 那都希望剛才的demonstration 都幫大家對Igiz的Fill Apps 有更加清晰的概念 也都幫助大家日常的工作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一些Q&A的環節 那大家可以利用畫面 右手邊的聊天室 那些check room 去輸入問題 那我們呢 就會盡量去解答 好 那有位觀眾就問 其實那些Fill Apps 可不可以有一個quick switching 例如可不可以即時去 轉換另外的apps呢 是可以的 那我們呢 很多apps他都會 又可以把我們不同的parameter pass回去 那我們主要都是利用一個 一條link的形式 那我們呢 會記錄回去那個ID apps的ID 然後呢 在後面呢 可以加一些parameter 來去 譬如說 我們想zoom去那個圖片 哪一個位置 可以加回那個zoom scale 和那個coordinate 下去 又或者你也可以加一些指示 下去 說怎樣 把這個parameter pass到哪一隻app 譬如你可以在quick capture 然後加一個指示 就是開回survey123 然後 你也可以普通一些 一些用戶的名字 全部都可以利用 這個方式呢 在不同的app之間 去switch 或者是加一些parameter 這樣自動populate下去 是可以的 剛剛看到另一個問題 就是問 其實如果我本身有rgis enterprise的話 那用這些apps 需不需要有額外的cost呢 例如 navigation 需不需要加錢買呢 然後看回來 如果你rgis enterprise 本身 假設你一個level2的license 或者你一個creator的license 其實本身我們就已經有 這個fuelapps的bundle 包括一些survey123 collector4rgis 這個quick capture 等等的 但是有些apps 其實是premium apps 來的 例如navigator 或者tracker 就要額外去購買 可以這樣放進這個bundle上去使用 還有講一講 其實navigator 是要entrepise 10.7之後才有用 那就再看一下 剛剛有個問題就問到 quick capture 這個mobileapps 可不可以customize 是的 quick capture 這個apps 是有source code 可以讓大家customize 你可以把source code 加回下來 利用我們的esri 的multi-platform 的mobileapps 就是我們的rgis appstudio 在appstudio 你就可以configure 我們的quick capture 你可以加回自己的branding 或者presentation 進去 如果你有需要 你也可以改我們的source code 例如加回一些功能 或者想改變的功能 也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做 最後一個問題 剛才看到一個是3rd party的apps Integrimate 想問一下是否本身是一個free的apps 你也很需要一個訂閱 好 好 Integrimate本身都是free的 主要就是看回你的usage 例如說你的usage limit 你會不會過呢 你可以看回你的operation的lumbus 所以他會走回你 通常你找了多少次 做了你的task幾多次 又或者看回你transfer的data 那個limit 如果這兩個你過了的話 他就會要求你有一個subscription 如果這兩個都是under的limit underfree usage的limit 的話 Integrimate都是free的services 有些時間的關係 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 發電郵去到我們 我們就會有專門的同事 去解答大家各個的問題 好 今次也會宣傳一下我們下一次的webinar 我們下一次webinar就會在8月7日舉行 這個webinar就是和RT GeoAltic Server有關的 大家可以詳情看一看我們的單張 亦都可以scan回個QR Code去進行登記 webinar尾聲都想和大家去做幾個宣傳 第一個就是關於我們esv1年1度的user conference 今年的user conference 就會在7月13日至7月15日進行 今次是我們全球最大的QIS的virtual event 都歡迎大家去register 所有人都可以在我們的user conference的網頁 登記一個免費的planary session 如果是本身我們的顧客 而under maintenance 都可以去register所有的UC的event 這個virtual event 是在7月12日截止登記的 如果大家在register上面有任何疑欄 或者想了解更多的 都可以傳到e-mail到我們svchannel.hk 我們都會有專責的同事去協助大家 第二個就是關於CIT Apps 就是建造業的創科基金 其實就是跟剛剛今天分享的一些virtual apps 都跟很多construction相關的industry有關的 其實就是針對著可能在建築上面 建造業會都提及的基金 希望到大家可以更加善用不同的創新科技 幫助大家在日常行業上面應用的 其實我們svchannel.hk 就現在有一個產品 就是under這個pre-approved list 就是我們rgdesktop standard 合資格的申請者 可以拿到最高是七成的一個資助 去賣我們的這個產品 接下來我們都有五個的產品 有機會即將給大家去申請 去透過這個資金去買的 它就是我們的web-based 就是rgdesonline 有一個負責去 created 3D image的 中途map 有一個data interoperability 有我們這個on-premises的 platform rgdesenterprise 還有我們一個 再advanced level 就是rgdesdesktop rgdesdesktopadvance 詳情大家可以上去CIT App 了解更加多的 除了剛才有關於這個分別 另一個就是想跟大家說一說 我們本身svchannel.hk 一直都提供很多不同的training資源 我們svchannel也是 我們svinc的certified的 一個center 也是提供不同的instructorly course 大家可以上回我們svchannel.hk的網頁 了解更加多商店的course 可以聯絡我們的同事 了解更加多的 除此之外 假設如果大家本身 都有一個mysvchannel.hk的帳 都可以上去academy 選一些self learning course 或者self learning plan 針對大家的需要 可以上去不同的training 最後也要請大家留意我們svchannel.hk的社交媒體 和網站 我們有facebook專頁 IG 也有youtube 有其他過往的webinar 有些資訊 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們最新不同的update 今天的webinar也到差不多的尾聲了 在完之前也希望大家去填寫一份問卷 待會在webinar完結之後會出現畫面 再一次感謝大家出席這次webinar 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 多謝各位